台灣即將在2025年的時候 邁入超高齡的社會 中華電信有鑒於此 所以他們這一次是特別參與了 在高雄展覽館舉辦的 2024樂無齡博覽會 他們是以數位賦能精彩無齡作為主題 展現多項的創新應用 要來打造樂齡族群的新生活 那現場是規劃了智能照護 以及樂齡生活兩大主軸 結合了智慧裝置跟這個互動科技 提供樂齡族群們遠端醫療 健康管理以及終身學習等等的服務 要來提升樂齡族群的生活品質 那現在呢 我們一提特待的記者 普世雲仍就在博覽會的現場 要跟知名的網紅Juicy物理治療師 還有曾經擔任過居服員的YouTuber紀元 一起帶大家來搶先看 這一次中華電信展出了亮點 我們把現場交給世雲 好的主播各位觀眾 記者現在所在位置呢 就在高雄展覽館 大家都知道 現在其實老年化已經成為一個趨勢了 而今天呢 到11月24日為止呢 在高雄展覽館就舉辦了一個樂無靈的博覽會 而中華電信呢 也在這邊以數位賦能精彩無靈 設置了一系列的展出喔 那就我們現在一起來看看 首先呢 我們會請到一位曾經有醫藥媒體背景 然後加上擔任過居服員的紀元 一起為我們做介紹 紀元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是紀元 你好 紀元我想問一下 就是你平常之前以 以那個你過往的工作經驗 是不是有遇到一些在照護上的一些問題呢 長輩的 對其實現在呢 在宅醫療是一個趨勢 因為現在AI數據化嘛 那我自己覺得呢 其實我們身為居服員 那我同時家裡也有阿嬤 所以我們也算是一個照顧者 如果今天呢我們能透過AI的方式把所有個案的體溫血壓血氧 這些把它數據化 那讓醫療團隊來遠端操控我覺得其實對家屬來說是一個蠻方便的方式 是那現在呢其實中華電信就有一個開創一個這個在宅醫療的照護的服務 那實際怎麼操作呢 我們來請教一下 欸請問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在宅醫療啊 他平常是如果家屬在家裡要怎麼樣來照護我們的長輩呢 喔 你好 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是提供這樣的一個前端的醫療設備 那民眾呢 他們只需要去做量測之後 生理素質就會自動上傳到 我們透過藍牙上傳到我們的手機 那同時再透過網路打到我們的平台 那後端的 呃 醫護人員他就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平台 我們自主開發的一個在宅監測系統 來去觀測到民眾的一個生理素質 那倘若說異常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撥打電話給他 做一個視訊的 把他達到一個即時關心的一個效果 那其實呢很多的高齡長輩 是不是我們高齡長輩常常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可能他有一些失智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問題 我們很擔心他會可能出去外面之後走丟了 或者是走失呢 這部分紀元你怎麼看 對其實有一些長輩呢 他們失智 如果是失能的話 都待在家那其實還好 但如果他是好手好腳 四肢健全的話 他可能會離開家裡到處亂跑 所以有些家屬呢 他們可能會把鑰匙啊 掛在這個長輩的手上 或者是掛在脖子上 那現在呢其實也有一些就是智慧的手環手錶 可以讓長輩來攜帶 就是讓他們可以知道說他們現在的定位在哪 但如果這個定位呢做得更精準的話 其實我認為對居服員還有家裡的主要照顧者來說 其實也真的會比較方便 因為你就是能確切的掌握到這個長輩 他現在人是在哪裡 如果他是有失智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幫助很大的 對 其實講到這真的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因為其實長輩如果走丟 我相信家人一定心裡是非常的焦急的 那我們實際來看一下 就是說這個操作的這個設備 我們是怎麼樣來運用呢 好 請教一下 就是我們如果長輩這個穿戴的裝置 他平常是會怎麼樣來運用 我們大概有幾種情境 一種是因為長者他在佩戴的時候 他比較抗拒 那我們就會給予像這樣平安府 具有宗教的一個形式 那他會比較願意佩戴 那如果長者他佩戴意願比較高 我們就用手錶的方式 因為他同時可以監測生理素質 那也可以做到定位系統 那我們中華電信開發的這樣一個平台 我們就可以看到 民眾的一些生理素質 然後以及他的定位資訊 我們可以看到他現在的定位的位置在哪裡 那如果說他的比較需要限制他的範圍 怕他走失的話 我們可以做這樣的一個電子威力的一個示意 可以看到這樣 那倘若說他如果跑出了這樣的一個範圍 那我們就可以在平台說唱做告警 那生理素質依然是這樣 就是他如果有異常 我們也會透過平台的告警 讓照顧者可以及時掌握 除了生活上以外 我們平常長輩們在家休閒的時候 看電視這一定是很多休閒的時候長輩們會做的事情 那我們今天也請到我們的物理治療師Juicy 來帶我們看一下 平常長輩在家呢 如何輕鬆的就能夠一面看電視 一面做一些小運動呢 Juicy你好 你好 對 我們有沒有一些怎麼樣的一個運動 就是長輩可能在家裡休閒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可以一面的一起動一動呢 有喔 因為我們長輩啊 很多的時候就是不小心會坐太久追劇嘛 好那其實啊 我們在追劇的時候 身體會常常就是呈現駝背啊 手往前啊 然後身體曲曲的這樣樣子 然後就會讓測定的肌肉群變緊 然後就動力導致腰磚背痛啊 或者是膝蓋那個附近會不舒服 腰痛等等的問題 好那有一些運動就是可以介紹給大家 我們叫做反向動作 像我們坐著的時候 手是不是常常都會往前 那這個時候啊 手往前它的反向是不是就是往後 所以夾背它就是一個反向運動 好那夾背的時候啊 要記得肩膀這個地方啊 要幫我往後移動 好要覺得背部緊緊的 好停留三秒之後慢慢回來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要一邊看電視 一邊做這個夾背的運動 就不容易喊胸左背 也不容易會有肩膀痛 還有那個脖子痛的問題 所以我們腳往後這樣伸 就可以伸展到我們前側的肌肉群喔 好那如果我們把兩個動作加起來 好那如果我們把兩個動作加起來 就是我們可以一邊伸展下半身 好一邊去訓練我們的背部 好那就是這個動作 好那每次啊在家裡面看電視的時候 就可以多多做這樣子的伸展 好對我們的關節肌肉好都是好的 也可以幫大家預防三痛 是因為現在邁入一個高齡化的社會啊 其實很多民眾都擔心說 欸家中長輩應該怎麼樣子來照護 才是能夠更加安全與健康的 那現在中華電信這一系列的一個 不管是在宅醫療的一個照護 或者是智慧穿戴的一個解決方案 都可以幫助照護者有一個 幫助家裡的人有更好的一個照顧喔 那現在來到中華電信攤位呢 除了你只要集滿五個張 還可以有機會兌換好禮唷 千萬不能錯過了 有興趣的民眾不妨帶著家中的長輩一起過來 以上是記者在高雄展覽館的報導 這一次中華電信也想應政府打炸綱領 透過有趣的數位互動遊戲 宣導防詐騙觀念以及妨害守門員的服務 提供科技防詐的應用 積極守護樂林族群的財產安全 而2024樂武林博覽會 從今天開始一直到禮拜天24號 將在高雄展覽館展出 在展覽期間呢 你只要到中華電信的攤位 就可以領取愛婷婷和哈米蘇 成的免費體驗序號 完成指定任務也有機會可以獲得 由紅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手工製作的環保加製造等小增品喔 而且每日數量有限 歡迎大家要收集來到現場體驗了